我这个小讲堂 不大 我的对面都是老师的照片 为什么 念念不忘老师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 我这一生苦不堪厌 哪有这么快乐自在 这个路老师指的 老师教的 老师教我 这个条路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听了很中意 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 我真走这条路 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世 是人生最幸福的人 最快乐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最有福报的人 走他这个路子 就跟他没有两样了 这一条路 没有明文理 不是升官法才 是什么 读书 这一生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讲自己喜欢讲的道 你看你多快乐 听说这个世界很乱 我不知道 我每天都过的是太平 绅士 为什么呢 我不看电视 大概有五十年了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天下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没事 天下太平 你说你们乱 我不乱吗 你们有很多忧虑 我没有 我清净快乐 由此可止 那到极乐世界 就更快乐了 活动的空间更大了 前面说了 供福 供养福 是修福报 供养一个阿罗汉 那佛报就不得了了 供养福还得了啊 可是我要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你就有分身的本思 自然的 不是修来的 这是阿弥陀佛 为神加持的 你能够分身 分多少身 分无量无边身 自己本人 在阿弥陀佛讲堂 听弥陀讲经 没动 分身 到每一个世界 每一尊佛术 那里去供福 修福 你看 同时 可以供无量无边福 听佛讲经说法 开智慧 佛会双修啊 这个世界 修一万年 比不上极乐世界一天 这能不去吗 又活宽 到极乐世界 寿命无量 这个世界要搞六道轮回 要搞十八节 极乐世界不要了 极乐世界 寿命是永恒的 真的是无量数 不是假的 寿命长 告诉你不老 老就没有意思了 不老啊 永远年轻啊 为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 前面跟你说过 科学家证明了 完全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极乐世界 没有波动现象 所以它就没有衰老 没有变化 相貌之好 是你意想不到的 你没有法子想象 那 生到极乐世界 身体 经上用的是比喻 比喻只能比喻仿佛 不能比喻得恰当 什么身体 自摸真金自身 像好 身有无量相 像有无量好 观无量受佛经上 释迦牟尼佛说出数字 说身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 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个好 有八万四千光 每一个光里头 有无量诸佛菩萨 在那个里面 讲经教学 借淫社方 一切中心 挺热闹 像编细法一样的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你真正了解 极乐世界的 生活状况 居住的环境 种种美好 你一定跟去 就算了解了 就算了解了 感谢观看